既有诗圣意可评 愿诸行者各须自心求法 今天既然有这么殊胜的利益 意思前面就是说 念佛今生有什么好处 他说现世有什么好处 来世当然可以去极乐世界 现世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念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会画二十五菩萨 画无量的画佛菩萨来保护你 这个就是他的利益 愿诸行者各须自心求法 所以善导大师说 希望诸位修行者必须要自成心求法身 下面四十四页 又无量受精云 若我成佛十方众生称我名号下至十生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这个第十八院说 我如果成佛十方众生 称我的名号 乃至十念 如果不能往生 我就不成佛 所以我们念十句 绝对可以往生 我们要相信 所以不要不相信 有的人不相信 有的人是像刚才说 他心想得很高 看不起念佛法门 觉得说我们这不较苏醒 我们这也开悟 我们这也做过 我们可以怎样怎样怎样 那不知不觉就走到那个邪道去了 那另外一种人是跟你讲说 去极乐世界没那么简单 我们来世再继续来做人 那么继续做人 女众转男众 男众再转出家 这样再修才有可能去极乐世界 那么可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这里说无量寿经说 十方众生称我名号 下次十生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十方众生就是说不只是人 狗啊猫啊昆虫啊蚂蚁啊 他如果要念佛 十念就可以往生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如果我不生就不取正觉 彼佛今现在是成佛 当之本是众愿 不虚众生称念必得往生 意思就是说法障比就是说 如果我做不到 我就不做佛了 可是现在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 表示说他的愿力是真的没有虚妄 众生只要称念 就一定可以往生 所以我们说这个地藏经里面 这释迦牟尼佛就跟地藏佛杀说 地藏地藏 辱之神力不可思议 辱之慈悲不可思议 辱之智慧不可思议 辱之辩才不可思议 说地藏地藏 佛入涅槃释迦牟尼佛往生之后 迷了佛还没有成佛之前 这所有一切众生全部都交给你 他们只要做一丝一毫一滴水的善 他灵命中如果要堕地狱 你要陷在他的面前 把地狱打破 不要让他去下地狱 众生灵命中只要能念一句佛号 或者是他的家人 为他念一句佛号 一句菩萨名号 一个大圣经典 一句一句 你地藏你要陷在他的面前 我交代 我释迦牟尼佛交代 无能让他下地狱 那么这个就是地藏经 那么释迦牟尼佛既然交代地藏菩萨 就表示地藏菩萨做得到 不然做不够 你交代他要做什么 对不对 一定是地藏菩萨他做得到 他有那个能力 释迦牟尼佛才会交代他 释迦牟尼佛怎么没有说法宣法宣 你招待他不可思议 你招待他不可思议 交代法没效 交代地藏菩萨才有效 对不对 所以表示地藏菩萨他做得到 所以众生灵命中家人眷属 只要念佛菩萨名号还有经典 绝对这个往生者不会 不会堕地狱不会去山谱 所以众生很怕往生 众生有时候很会打妄想 有时候有的人就问说 师父我忘记我们没有变成神 这个就是妄想 你看如果你相信地藏经 我们灵命中有方要念佛念经做佛事 你還懷疑你們這個爸爸媽媽還在做公罵無沙堂的情 對不對 這個都是妄想 你要相信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你只要念靈命中念佛念菩薩明號念經 你的家人祖先全部都不會墮地獄 不會墮惡鬼也不會墮畜生 不會做孤魂亡靈 全部都不會 所以一定可以升天做人 所以我們站這個地藏菩薩說 驚喜正開地獄門 明珠造冊天堂路 那中菩薩一手走西藏 一手拿摩尼寶珠 明珠造冊天堂路 地獄無門你不要進來 像附帶戲說 天堂有路人不去 天堂無門你怎麼進來 這就是地藏菩薩說的 應該是說那個 附帶戲學這個地藏菩薩 天堂有路你不去 所以用明珠造冊天堂路 這個光它就造天堂路是這裡去 所以你們家裡有念佛念菩薩 你應該去天上啊 你怎麼來地獄呢 所以驚喜正開地獄門 所以呢 地藏菩薩就可以做到這樣 何況阿彌陀佛呢 阿彌陀佛是佛呢 地藏菩薩是菩薩呢 所有的人說 這樣念得不容易 阿彌陀佛念佛的時候 你臨命中念阿彌陀佛 也不會多地獄 也不會多惡鬼 也不會多畜生 然後呢 阿彌陀佛也沒有讓你做菩薩 只是讓你做人 去西方極樂世界做人 去西方極樂世界做人 因為西方極樂世界 就是阿彌陀佛他家 極樂世界全家就是你家 所以阿彌陀佛把你帶到他家去 全家 極樂世界全家就是你家 帶到他家去 這也不超過了 正常都好 這是馬懷疑的 所以 臨命中念佛 才念十句 怎麼會往生 所以 如果要講比較嚴重 如果要像剛才講 那個野狐狸這樣子的話 我們眾生都流團一句不好的話 這句話如果要說英國這樣說不好 千萬不能說 你吃菩薩要掛菜就要往生生天 這句話一定失敗 但是為什麼 眾生會傳這句話 你吃菩薩要掛菜就要掛生天 這句話就是不好的話 如果講嚴重一點 你這樣要做野狗野貓 真的 講這句話 會不會毀放阿彌陀佛 真的 如果說不落英國 不落英國的我爸誰做給你 你還說 假售三杯硬菜 要怎麼像生天 這個還得了 所以這句話都不能說 但是還是很多人在講 講說 你吃不到幾杯菜 你就要往生生天 往生西方哪那麼簡單 所以這個都是沒有信阿彌陀佛 所以我們要決定相信 所以這裡說 眾生稱念必得往生 只要念佛一定往生的 所以我們眾生要相信 所以就是無量壽經裡面說 今生今世你可以聽到無量壽經 無量壽佛阿彌陀佛 你絕對也可以往生 絕對之後生氣 你還要懷疑嗎 你應該要感到很高興才對 所以我們要講